因为六殿下颂宴 和前岛主花一楠 在圣上面前闹的这一出 使圣上千岁于佳宁公主 而怪罪于花前岛 快 再说这圣上 将花氏一族 贬为庶民 赶出了头主服 让我进去 走吧 而这云月面馆呢 也因小蚁轻盈不善 关了门 再说这前岛主夫人的二娘呢 也因为受不了 陆一筐身子的拖累 而改了嫁 长财凤挺好的 我改嫁给他呀 一筐啊 你就放心吧 是啊 爹 你就放心吧 我和我二爹 会照顾好我二娘的 若 阿娘把长财凤给熬死了 我们再回头来找你 找你 找你 而这故事的最后呢 前岛主用余生守护在灵树旁 这是他最后的精神进退 再说这前半生是妖 后半生是活神仙的陆月儿 自灵树大战允命之后 也落下了帷幕 成为了惊求不衰 口口相传的传奇人物 这就是若有来生界 定许千世元的画本 到这儿就靠一段落了 等等 等等 你这是什么破画本啊 你这明明是篡改历史胡说八道 你就不怕别人吵你这臭鸡蛋 哪儿来的黄毛丫头 竟敢信口开河至于我的画本 你 你这么有能耐 你给大家讲讲看 我 我 好好好好好 我讲就讲 灵树大战以后呢 故事是这么发展的 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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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君 你吵死个人了 耳膜都快被你给震破了 吵死了 这怎么有只小海蛇啊 约尔 怎么哭了 自从寿宴上 夫君就驾有功 圣上大为赞赏夫君 圣上也得知我阿娘当年 是被人陷害 专门遇刺了新的 云月面馆的牌匾 阿爹呢 也在府衣的照料下 身体大为好转 老爷 二娘小妹十场侍奉左右 老爷 来来 吃橘子 力道还可以吗 阿爹 至于阿姐 好好看啊 每天穿金带银 还有穿不完的服饰 我俩也早已冰释前嫌 皮儿 你说我戴哪个好看 故事最后的落点 就在我跟夫君身上 宿若来信了 你看 杜若说 他跟苏唐 在西域待了三月 现在已经根据 当地的风俗成亲了 说实话 有时候 我还挺羡慕 苏唐和杜若的 两个人悠闲自在 周游列国 过着咸云野鹤的 神仙生活 令人羡慕 你跟我在一块 还会羡慕别人啊 还会羡慕别人啊 我当然是很知足的呀 不过 不过什么 要是天歌 一人伴你 那岂不是金上天花 夫君 现在才神识呢 反正 最后故事的结局 大家都是幸福圆满的 才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呢 就算这是真正的结局 但是悲情的结尾 才能受大家喜欢吗 你不懂 倒什么乱呢 对呀 对呀 你刚才管岛主叫夫君 难道 你是岛主夫人 我 我不是不是 岛主夫人 哪有花容月貌 国色天香 我怎么会是她呢 咬大礼 咬大礼 不对 她就是岛主夫人 岛主夫人 岛主夫人 再给我们来一段啊 对呀 谁岛主夫人 我不是啊 我不是啊 岛主夫人 你看给我讲一段吧 拿出去啊 你们 岛主夫人 你们 岛主夫人 你找两位啊 岛主夫人 要跟我去吧 你不要去哪 岛主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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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满 我们来看你了 也来看看你 在等老母们攀满心疼 拂过前生几次青春 遥遥远村 渐渐的口温伤 有时心甲心碰不忍 Jane 海螺 倒是没什么特别的 ر 위 测试有奇遜 一定是海底的生物 就知道你会喜欢 你在花间岛修炼千年 从来没有见过外面的事情 等我们修化飞升之后 我带你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好吗 好啊 夫君 其实 我想了想 我觉得 把宋爷埋在这个地方 也许是他最好的归宿 夫人说什么就试试吧 夫君 我们还是早点回家吃饭吧 阿姐说 她又做了羊肉人参宝 夫人 你这一天天的羊肉人参宝 何时才是个劲头啊 赶紧行动证明一下你夫君 证明 证明 证明什么 证明 你略懂 对 对 pergunt 就是 我 你想想做吗 这都一个极致的奥 是 应该 crafted 就 for 他然后跟他们愁 合到别竟然 gren 可 自然 回去了 回去了 傅君 别说呀 回去了 你要是不说 今晚就睡相逢 你还想让我睡相逢啊